那帝跟牛 感覺第五ban跟第四選有一點問題 就目前看起來韓華在第四ban跟第五選有一點問題 就是你選了一個凱撒 然後讓對方有一個比較好的counter組合 又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情侶檔 那自己在五選上面好像也沒拿到特別多的價值的話 我會蠻質疑韓華的第五ban跟第四選 就第二輪的選擇 對對對 可以做得更好的 因為正常來講瑞爾是左邊要ban的 以邏輯來講他必須要參與這個組合 那我覺得在這個ban位上面你可以去調整為就是 一樣是拿到凱撒的情況下 你要不要ban可能瑞空 至少你猜對方的組合為一個組 那通常出現這種就是 你會覺得像草野來講 你會沒有那麼喜歡的時候 通常就是什麼 選手是不是有自信了 上一把的牛各種開團發揮是非常的好 然後viper 我們在賽前有提到 其實他在可能LPO的生涯打到Elke 其實大部分都是贏的 對就是以剛剛看起來 剛剛的對位也確實是 看起來有點這個 雖然裝備持平 但團戰的效用也差了蠻多的 但這把其實沒那麼好打 因為畢竟差了瑞空這個組合 牛本身是沒有這麼好打瑞空的 然後加上AD對位他又是有點被counter 所以等於是AD跟輔助 都是有點被counter的一個意味在 那這樣同樣的感覺也是可以思考到 憨華這把是有可能要去做到換線的 大一把也是依則牛打到了對方的 好運節加瑞爾 線上沒有這麼好去做法 所以他們選擇了換線 我們可以跟他缺點講完了 我們講講優點 優點的話就是因為 左邊雖然他是有一個自保能力的 但是因為CS的進場我們都看過 其實是很能夠去從一個各種角度進場 那你再配合阿里以及凱莎 其實這所有人都可以去調整他的進場站位 所以左邊相對來說 就算可能蔡亞開個大決 會在那邊開到大決了 但是他必須得小心 對方是所有人都是能夠進場 然後可能分批進的話 你一個大決可能確實丟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閃線 或是說進化什麼都要接著按 沒錯 因為CS通常第一拍進場 如果是針對到AD的話 AD是不可能不交大決的 哎呦 那這樣子在這第二場比賽 換到了紅方 那你就要看的是 是BLG 終於是在藍方首選 自己把牙齡給拿出來之後的順位怎麼樣 表現怎麼樣 是 那現場 選手場館一搭起來之後 現場就更加熱鬧了 好會coast喔這個 是 來看了 哎 但畫面一回來 delight 怎麼了 這是BLG直接衝到對方野區 感覺也是想招招看 對方有沒有想要換線的一個機會 因為右邊一等都很弱 就是蠍子阿里的一等 甚至只有凱莎一個人能打 但是其他人都是沒辦法作戰的 但拼到這邊也是 阻止了熏進來 嗯 但我覺得 寒華這邊是得換線的 因為畢竟下半步是有點難 去應對 那剛剛第一場比賽 BLG是有應對到的 所以在 蠻早期就是兩邊的雙人組都在上路對線 可是這場比賽 但elk在這個時間點還往下走的話 應該就是做好了要被換線的準備了 依賴過來直接把眼給排掉 嗯有看到牛的位置 那應該是可以判斷的出來 就是寒華要打換線囉 這個視野有察覺到 那就看看打野位囉 嗯 在Pina這邊的話是先刷了自己家的六鳥 但是另外一邊 熏是在刷自己家的藍BUFF的 所以如果接下來要去上半區給野區壓力的話 反而是Pina有可能不會三等 熏的位置 好像有點 要小心一點 AD直接進去找他 凱撒直接進去扁人了 但是有 用重擊把這個BUFF給吃掉了 那這樣子Pina是還是有辦法踩進對方的野區 再刷一攤的三郎 那這樣子就是重擊的比拼 熏的重擊被逼掉 那Pina就是輕鬆可以拿下這一組三郎囉 這邊 喔可以 吃到 那三郎被拿下來 小狼搶掉了一隻 但在經驗上就看Pina吃完這一攤的九級 會不會上到三等 會的話 接下來來到商務界線的人壓力就大了 是 主要是因為剛才看到豬女的位置 其實有被察覺出來的情況下 剛剛VIPER是犧牲了一點自己的經驗 然後去趕走對方的野區 那叫Dinus可以去打進攻喔 那是阿兵直接選擇TP回到線上 但也因為對方的VIPER沒有上 跟這個花生動還沒升到應該要的等級 他這個TP最主要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因為VIPER他是犧牲他的經驗值 去趕走對方的人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阿兵 只要上二的情況下就是能夠回首喔 但Pina上到三 白腿上到二 要在第二波進攻囉 多人要直接靠過來 不過這波是沒有Delight的幫忙的 所以就要直接來越 EQSAR衝擊被閃現躲掉 那這樣是多人在扛塔 先拉開了第一波 是 冰算是有扛住了喔 對 那看另外一邊的話 多人選擇要先回補一波之後 再TP去下路 而且時間看起來是會掉可能三隻冰 一台炮車兩隻進戰 那其實阿兵的防守就算成功了 第一個時間點就是他 他對於這個判斷上面來講 他TP回線 知道自己不會被懲罰 然後第二波用閃線去規避 對方第二波的進攻喔 雖然這波TP回到下路線 是沒有受到什麼太多的威脅 但其實掉的經驗跟兵來講 是 BLG這邊少一點的 對 雖然多藍的經驗是吸到蠻多的 但是關鍵點 Viper他是犧牲自己的 所以吃兵上面跟經驗值會輸喔 會輸一些 這座也感受得到 就是 策劃都策劃好了 既然Viper Viper進了野區 那薰就一定得按重擊 那按了重擊 第二塔Pina就一定搶得到 對 而且回去的時間點也知道說 所以自己也沒有被月塔的風險了 那對於這個話來講 可能就是 還行 對兩邊都還算能接受 不只 我覺得BLG這邊不只能接受 因為下路線是賺很多的 然後藍寶的發育又是 能夠沒有被限制到 所以其實現在對BLG的開局 是比較有利的喔 OK 那這樣看一下 Elke這邊拿了兩層 跟Z加的輔助 還有打野分 打野位上的話 雖然前面有些稍微被逼退 不過Pina也因為花了一點時間 在上班區的關係 所以經驗也沒有拉開 是 兩邊都還是持平 甚至是 薰這邊小小領先一點 但是 韓華的市長 因為畢竟下路線選的是比較劣勢的 所以前面這樣打換線 是在他們可接受的範圍內喔 想要把炮車頂走 只要下塔 不要再掉得更多 那把下路守住的情況下 就可以來到 牛三等 比較能夠去正對線的一個時間了 中路 看一下在 換了一個對局之後 Night確實在前面要稍微小康一下 是 已經是回補TP出來 然後把 鞋子跟弓短鍵擺了出來 又看Pina 持續要在上半步做蹲點 但不知道Night的 壓寧 是真的有練好 還是 只是為了選而選 其實 其實在夏季賽是有選 而且選的還不少 但是可能來到了世界賽之後 這順位突然變得很低 對 反正是阿兵這邊先被往後夾 阿兵是沒有閃線的會先被緩速 不過他也過熱之後 追著多人一頓的爆敲 但不夠 再點一個三環出來 熏的趕到 甩出領洞狂怒 把Pina的閃線給打了出來 這一波的Gank追蹤沒能夠完成 是 因為Pina是 你看到他的出裝 他是還沒有回補的 所以這一波其實鞋子 他是沒有作戰能力 然後你看到Night也是沒有裝備 所以兩個人的傷害是 不夠去擊殺阿兵的 這樣子阿兵最後是過熱扛住 沒閃也沒有被對方給抓到機會 但我覺得對韓環來講 是一個好的嘗試 往前抓到機會 頂到兩個人 把點燃掛在Elk的身上之後 蠻牛之力再暈住 不過沒有辦法換到太好的血量 上路則是多人變大往前跳 沒有暈到阿兵 反而是阿兵開招 一直在扭 瘋狂的拉扯 前後的跳躍 那這個骨頭迴力飄也沒有中 多人往前想拼單殺 但結果是被熏給收掉了 多人脾氣上來了是吧 上波沒死 他覺得不合理 他還想打 但是阿兵的腰力怎麼這麼好 這麼會扭 因為他如果被敲到的話 其實有機會被單殺 這波倘若多吃一招 阿兵應該都倒了 那就是阿兵精湛的走位 是 這樣再上路 哇 這樣又是一波的炮車 一波大波兵線 而且多人他是沒有TP的 多人這邊起了殺星 但自己的兵線 其實是沒有這麼優勢的情況下 想要去越兵線打對方 哇 甚至還要被中奧 這是上到六等之後 跟上一個W3 有痕動荼兵在塔下 這波是一分鐘死兩次 多人爆炸了 這個沒心態了 這一波打完上路沒心態了 而且待會又是回推線 然後林樂林開局 待會這個藍寶就推完線 就去燒你的隊友 那不妙了 韓華在這把他們的上限 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對 因為納爾也是很需要發育空間的 這樣的 這樣的 兩次死亡 會導致BLG在接下來打團上面 其實可以利用藍寶的優勢 但是下面找到機會 ELC的閃線依舊是被大地震撼給緩住 而且最後的蠻牛之力 是打在了昂的身上 韓華這三個人的傷害 其實不太足夠 放跑了BLG的雙人組 而且龍也沒有吃完 那這樣BLG是超級賺 因為自己吃到蟲 又斷了對方上路節奏 還利用下路線的跟中路線的優勢 來阻止對方吃這個小龍 BLG前面打的算是一個天虎開局 是 不過這波是把ELC的閃線給打出來了 那就看韓華有沒有辦法 針對這個點去做到進攻 是 前面現在在光 七分鐘就被BLG拉開了 兩千塊錢的領先 而且上野是真的贏得很多 沒錯 不過對韓華而言 就是他們的陣容還是在 六等有大招之後 有比較有找機會的能力 然後俊回去 直接出了一個日輪 超級肥的豬女 沒錯 那這樣雅妮接下來就可以打得比較重一點 或者是瑞空賣的位置也可以更深 而且雖然剛提到韓華六等之後 有找機會能力 可是接下來ELC沒閃 但他有大絕 甚至是俊的野區節奏都是領先的話 隨時都有辦法去做到掩護 韓華 還要再被拉一波線 感覺是陷入到一個上一把的被動 但是又沒辦法吃到這麼平穩的發育了 有一點難受 因為BLG你可以看到現在 俊的刷野路線是由下往上刷 那這個時間點為什麼可以這樣刷 因為他也知道對方其實洞小龍的難度是很高的 所以再繼續往阿兵這條優勢線去做進攻 是 那這樣子會持續的讓平常這邊 可能都要被迫來上路做掩護 因為真的再不來 這個上路會被撕開一個極大的傷口 而且阿兵如果超前發育的情況下 其實接下來的第二波重團 其實韓華會很難接 很多人現在就比較尷尬了 目前在對位已經落後了一千塊 上路是比較難扛 而且尷尬現在是六等 直接在中右直槽蹲點 尷尬是有大有閃的 但是牛沒有六等 如果開的是delight 那可能會有點危險 對 看一下這邊BLG 想看看中路線 也可以來嘗試動看看小龍 在這個衝刷還沒出之前 我在講清 沒有清到 可以抓一下delight回下路線的時間 那反而是delight會被卡住的話 viper是剛把線給送完往河道走 對 那這樣有可能會被on給蹲到一波 被蹲了 走進草叢被三大登場 傑兵的龍牢 一波的cd combo打出了進化 OK 而且這樣再回來 下面部的視野再一次的丟失 第二局應該就差不多 準備一個是動小龍了 但美大絕的話 其實這個小龍就不太好動 看一下中路線跟下路線的推線情況 但是Pina這波是六等趕了過來 而中路線 Night雖然是先推先靠 但看起來韓華是有想要夾過來的意思嗎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服野放掉了 Pina選擇回去了刷野 因為這要裝備上面 其實還是有一點小程度的落後 這樣小龍被B.O.G給拿下 前面的節奏物件全控上路領先 打野對位也是優勢 但是進到了一個B.O.G非常喜歡的節奏 尤其阿兵這麼早的就拿到一個 對位上的領先的話 確實B.O.G現在要做的就是平穩的發育 等到進到邊線 阿兵成裝可以開始做壓制的時候 這是B.O.G最喜歡的節奏 對 但是我覺得B.O.G的下路雙人組 其實他打的是很沒壓力的 因為只要小心蠍子繞後的角度 基本上牛的先手 是很容易被第一波給規避掉的 所以其實B.O.G下路線是很沒有壓力的 現在在各路線的經濟上 只有中路是接近10坪 但是在其他線路上都是領先 有B.O.G這邊 而且Night一直有把線路其實維持得很好 然後狀態也沒有掉太多 其實這樣的對性就算是很合格了 沒錯 接下來就是看Night在團戰的發揮 對 對線挺過去了就要看團戰的操作 是 對這下季賽的表現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可能來到世界賽就要看一下發揮能不能維持住了 對 但Night的狀態不能掉太多 因為 哦 再被清到 蟲子要出了 美火打了一波的傷害 但Night看起來是有TP的 好像也還行 回補之後TP還是能夠接這個蟲子團 是 那這樣Zeka這邊同樣的也是要打算回補 這樣韓華如果還想要再來接這一波的話 把比較有劣勢的納爾叫了下去 上半部如果是4v4 其實還是一個比較偏平局的碰撞 對 但是以納爾的裝 其實納爾算是少了一個戰鬥力的 除非他大絕能夠翻到比較多人 因為藍寶有這個時間點還是比較強 反而多人要做好的事情就是看能不能去限制冰的TP 讓上半部是一個完全的4打4 而Zeka這波回補是有惡意的 所以在城莊上面 其實韓華這邊中路是有領先 對 被先手了 阿兵先被找到一波的機會被頂起來 但Ikos他的中心沒有夾到 反而在往前頂薰把大絕開在了TNight的身上 這是讓一波的反開 再配合封閉斬斬到Viper 雖然斜尾穿自也拉三個 但是Viper已經被秒殺了 所以這次阿兵TP過來嚇了等粒子飛 但在龍坑當中 平躺也再一次被康鐵反制給擊飛到Night斬下這個人頭 屬於BLG的0-2 我覺得不太能夠去開Aum 因為Aum的靈活性太高了 甚至你提到他都有可能直接被Aum的大絕給反制 那最關鍵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到 其實BLG的下路線 兵剛剛是大波線準備進塔下 所以韓華其實在那個聲音點是不能打的 因為下路要接線 代表說兵他是能夠TP的 所以如果Storan有提供到這個資訊的話 其實韓華要知道那邊是只能拉開看 不能夠打到底的一個情況 再看一下這波的replay 對 看一看小地圖 其實阿兵早就準備好 你們打起來我隨時能TP 所以這波的溝通其實是BLG溝通的比較好 Aum他也賣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剛有提到嘛 就上半部如果韓華想打4v4 那一定要確保的是 對 Doran有辦法去限制對方的TP 沒錯 但一下這件事沒辦法發生 阿兵到場這個團戰的畫面就很難執行 沒錯 而且打起來更是BLG想要的 他只要賣補助 補助血量比較低都沒關係 只要隊友能夠在好的位置 然後讓藍寶TP到場去接受這個比賽 結束這個比賽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12分半來上路三個人的集結 要來壓塔 尋野蹲在了後面 有6條蟲的BLG 4打3 但是這波韓華可以把塔給守住 但在經濟上 BLG已經有3000塊錢的領先 對 然後接下來BLG就能夠利用蟲子的優勢 去給到變線很大的壓力了 你再稍微看了一下 還是在韓華前面的進攻勢力 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是 就突然這個點位他沒辦法站出來 而且藍寶他又是超前發育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 韓華要接團這件事情 就本身就很難了 過早的讓藍寶的優勢 輻射給隊友的話 BLG確實掌握了這把比賽的主導權 是 連這接下來一分半第二條小龍的重生 其實對韓華也不是這麼好爭 而且其實 多藍的影響會影響到 Zeka的阿里 因為阿里這個角色選出來就是來支撐前期的小團 可是前期小團如果打不了的情況下 那代表說阿里這個角色其實有一點 對 費一小半的感覺 因為我們剛好說嘛 就是其實中路的隊位在剛剛第二波重團 他是先把惡意買出來 另外一邊Night當時是沒有成裝 所以 但就沒辦法去做到一個4v4的話 確實上路的傷口 會讓韓華現在是最頭痛的點 對 對 而且Night回去也把第一線裝給出出來了 其實所有的 算是C位上面的領先都是有的 AD是領先800塊 快1000塊 那也就隊友加第二條小龍 30秒鐘準備出身 BLG 現在都掌握大部分的節奏 而且AD對位 雖然都是一件的成裝 但就是在 裝備選擇上 電刀這邊就只緩緩的清線 對韓華而言 就是陷入了比第一把還要再更被動的發育 其實你看到BLG 他們做視野就只要住雅寧這一邊 因為韓華 他們如果想要打鏡像的去進攻兵的話 藍寶只要有個大絕殺 吃完小兵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在鏡像進攻 而且BLG是有六條蟲的 是 所以只要保好雅寧的一個發育 不過現在是在河道上清到 但後續覺得又是瑞空接雅寧一波的控制配合 把Zeka秒殺了 那接著也是前輩開啟堅定意志的delight 也要被BLG給圍剿至此 BLG又是一波的零框二又要再拿下第二次的物件 越打越烈 因為我們一直提到韓華其實邊線上也很難針對這個藍寶 但你正面也很難贏 那現在就只能等八預言 就進攻機會除非BLG要給這個機會 可是你看到 當他玩這種比較靈活性比較高的角色 其實容錯率就很高 就不像上一把的瑞兒一樣 就會很容易給到機會 哇那 但確實這一次在上路已經是輻射成這樣子 讓BL就有優勢之後的後日坦 但也確實現在看起來 反而在陷入烈勢之後 沒有辦法找到太好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也是通常 自信VP之後會出現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自信下去 結果反而好像贏不了的時候 那個會去陷入一個蠻尷尬的局面 但是Pinus知道打不太起來了 他還要鋼嗎 我看他這把好像還是出新之鋼 這個你就不能問我 這個我不好說的 這個你是蔡萍 你分析 我不敢 我不敢 我們客觀分析這個裝備 你分析 最主要是他如果是可以一直碰撞的情況下 出這件裝備的效益值很高 可是以越來越烈的情況下 其實這件CP值就會很低喔 這都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 沒有 跟優武沒有關係 全部都是J說的 要私訊私訊他 不是 怎麼樣都會私訊到你那邊去 拜託不要 不要 我覺得 優勢好大喔 而且再吃 吃完龍之後再來吃這個玉石者 現在玉石者可以再拿 邊線的話 暗跟奈特又要再一波的配合 已經把Zekka的飛仙給打出來了 但後面Pinus的蹲點已經蹲了非常久 但是現在是viper抵帶都靠了下來 搖一波四月二嗎 但是暗跟奈特打得也相對較穩 直接往後撤掉了 那反而在另外一邊的Doren是 沒有任何人的掩護 韓華不能夠在邊線待太久 因為異有局是有六重的 所以只要你進攻失利波 你就要趕快來做一個防守了 不然你只會越進攻 越失去更多的東西 來了Pinus 再往前夾 夾到了Elk 但是Elk這邊還有一波的咒與暴風 雄音之鋼也打不出來 viper在側邊也找不到輸出的機會 反而Snight的TP過來 Pinus就必須點往後 好想鋼一下啊 Pinus 最大生命拿不到 那再回到中路叫出 御視者有六重的BOG 可以肆意的推進 對這邊把中塔再擠掉 上路抓到機會了 Doren這邊暈住了阿兵 再配合從後方來 海燒的Spa 殺了 但是在過熱前阿兵卻還要換掉 閃線再度換運 過熱加速還在跑 但是有一波一閃的清晨 Zeka終究收走了阿兵 但是阿兵已經扛住了這一波的交換 對 BOG 還可以再稍微來抓一下Zeka嗎 Zeka大絕還有五秒 直接被方兵斬斬到 那在身邊四魂之刃開啟 清晨雖然飛遷 還想拖時間 但依舊走不掉被滅魂斬 一刀斬在原地 BOG在邊線做到了一波的一換二 很想要去抓這個邊線的阿兵 閃線WQ 垂的就是沒有大絕的 沒有大絕的差亞 沙承不能飛了過來 再打一波的電章 Viper閃線 躲掉漫天血液的禁錄效果 拿到Shutdown 哇 Viper有耶 他這波其實有點像是 預判對方的閃線位置 然後又拿到這個擊殺 因為不要讓那個羽毛倒鉤 刮到自己 但是現在Viper想往對方的加重撤退 他知道沒有退路了 看能不能送塔 但是阿兵的重生 銜接到了他這一波的死亡 但現在的問題就會是 韓華越想打進攻 因為他有六條蟲 你越打進攻 他越換到東西越多 上路阿兵軍來加 也被比阿兵軍給拿下 是 應該是兜倫變大 知道後方Zekka可以來到支援 但是 真的上路輸的有點太多了 已經可以知道 對方如果要來抓他的話 隊友已經在中路叫預視者了 所以 只要拖的時間越久 那就是可以幫隊友這局到越多時間 可是他這邊是單殺 還多到時間 其實比較可惜的是 他這個狂笑猛擊 其實沒有把阿兵拍在牆上 是 所以不確定如果是往上翻的話 會不會更好一點 但你能說阿兵保持的位置 其實就是很好 就是那個位置其實不一定能夠 被推到牆上的 那個短時間的判斷 會讓納然這邊翻 確實不是很好翻 是 那現在的節奏在 B.O.G.這邊已經領先了 六到七千塊 Zekka找到機會 換了昂德一波血量 但是 目前裝備 是數得稍微有點多了 剛剛多人才把三項給買出來 但是阿兵這邊已經準備要開始出第二件裝了 而且 韓華這邊其實 有點難打進攻的點 不只在阿兵這個點位上面 只要 Elke有大絕的情況下 其實 都很難去找到C位去開戰 現在連下半部視野都防守不了 不過Elke其實賣了蠻多的血量的 所以等一下可能要考慮再 再回補重整一下 再吃到這一波的狀態 Elke則是被Delight給頂住 但是反而是Delight可能會被留住 現在先交了一波的堅定不移 但回頭是Viper把鏡華給按掉 吃到地方的一波冰 走得掉嗎 但結果是這波R1 combo 金魚羽毛收死 而下面都人變大想進場 結果反而是被Night給斬下 突然準備要跳進去了 在空中又被接力了 那這樣子 韓華還是沒辦法去靠到下半部這一波的團戰 B.O.G.輕鬆的 又一次拿下兩個人頭 每一次的物件淺 韓華都想接 但畫面都一樣都是零換二 對 但對韓華來講 其實越劣勢就是要越找機會 所以其實現在就是 韓華盡可能去找到B.O.G.在操作上的失誤 那沒辦法 他們越輸越整越打 因為確實兩邊陣容 其實看起來是相似的 所以你真的發育到後面 你在已經有這麼大劣勢的情況下 你只能去平那個有可能的企業 對 讓這邊血量有點低 但是B.O.G.這波會給出機會嗎 有一波的TP 這是重生的Doran 而在下面的話 J.K.輕到了Elke Elke是還沒有大絕 但是Viper的傷害好像是不太夠 最後在死前成功硬換掉Elke 但他自己也被阿兵給燒死 Night Q3進到了龍科裡面 薰往前頂頂的是Delight 甩出一波兩回鬥土 但Q3占三個 再配合一波聖誕登場 隨之Doran的變道翻一個狂小猛擊 居然成功地把Night給翻死了 而且P.O.G.往前一波一顆STAR衝擊 把阿兵給撞在牆上 P.O.G.的坦度其實很夠 現在還是滿血 反打了嗎 韓華 原始衝裝暈住 Zekar再繼續往前 Doran說兩個傷到回來 我看一下這個經濟喔 哇這個經濟差其實 這兩顆人頭雖然掉的很多 而且有被斷節奏 可是經濟差還是沒辦法拉回來 那XUN在岸上做蹲點 但是P.O.G.這波是被斷到節奏了 有一點怪畏 但是以經濟差來講 其實還是差距有點大 有點怪畏是什麼意思 再看一下 這波是韓華主動想要留人 然後雙C合理把Elke切了 我覺得真的找得很好 因為知道Elke他是沒有大絕的 所以第一個目標是他 那第二個時間點就是 Night在這邊 雖然他擊飛了很多人 但是他也是被Nar控制到 好像後續的傷害是打不出來的 現在是被暈住變大翻 哇他是被四個人瞬間集火秒掉的 進場之後就沒動過了 但P.O.G.回來是直接動了巴龍喔 現在是要抓來看對方的一個機會 但華生在下半部的野區 應該是有漏頭被對方看到 所以這波來不到龍坑P.O.G. 要把巴龍拿下 對沒辦法 因為其實韓華剛剛在吃小龍的 時間點也算是比較慢 所以在視野面上面來講 他上半部是完全沒事 B.O.G.也是利用上一波的失誤 轉換為自己的一個進攻喔 P.O.G.呢 這波比較可惜了 確實在下半部視野 B.O.G.佈置得相對嚴密 對 所以只要露頭的話 就被B.O.G.找到了開巴龍的機會 那拿完這個巴龍 其實還是把剛剛的失誤的經濟 經濟的落後給領先為來了 就把差距拉得更大了 人頭拿歸拿 但是現在拿完人頭 其實整體還是輸的很多 然後只剩下的是多人 可能輸的沒那麼多了 剩下了八到一千塊 八百到一千塊 但上路 多人成功又一次返回了 奈奈奈奈奈其實被打掉蠻多的狀態 之後殺手本來殺過來 之後viper擋下了這個封命斬 但還有閃現 閃現的機會穿著 P.O.G.成功留住了對方的人頭 再剛一下 但最後的人頭交給了viper 但是Zeka的位置 有想抓人嗎 但是有被殭屍守衛看到 吃到冰河龍牢吃到等粒子位 但再有盛大登場這一台 P.C.的銜接就是昂差一點 如果有把人抬起來的話 是可以把人給秒掉的 昂是沒開大的 所以沒有成功的留住 沒有撞到 但韓華又成功守住了一波 但是其實這一波給出來的東西 也相對較多 是中路跟二塔還有高地 對 但是因為B.O.G.這邊 他原本是可以 中路如果拔完之後可以轉上的 但是因為 奈奈這邊血量掉太多的情況下 其實對韓華來講 是有在咬住的 是 至少目前來講的話 在雙C的大裝數量 還沒有明顯落後 覺得要在兩波 一波好像不夠 就是要在兩波的賞金和花才有得打 但其實賞金已經領得差不多了 剛剛能死的都死過一輪了 對 就是要在兩波的反打機會 才能夠把這個經濟差給拉回來 確實 從這個經濟的差距看得到 就剛剛最多來到八千塊 雖然一個小亂柳送了一波的賞金 但其實回到了一個 雖然七千塊錢的蘋果的經濟領先 就對B.O.G.來講 現在還是大優勢 是 不可能七千這個數字 在B.O.G.這個隊伍來講 也會發生一樣的問題 嗯 七千他們是很會打七千的啦 他們是很會 他們會打輸七千 但我會贏七千 但我會不會打 對 但以角色詞來講的話 就是 左邊畢竟 有很多的自保能力 所以 要進攻要打反手都是可以的 然後以經濟的差距來講的話 也是可以利用這個經濟差距 壓制對方的 韓華 這是要扛住 這又是一波的Ballon Bob的進攻 還有最後的三十八秒 冰線可以清 而B.O.G.確實看起來沒有這麼好去做壓塔 上一波 Night當然壓塔就被找到了機會 先擔一下中線 這邊就打得比較小心一點了 但物件也都還要在一分半 而且 B.O.G.的龍魂結鬥其實相對的沒有到這麼的快 所以其實韓華還是可以再夾一下 對 下一條是B.O.G.聽到 雖然有巴龍 但是一直都擠不進去 因為你看到其實 哎呦 突然用自己是打BQ閃 但是Elk成功按出了大絕 按往前這一波的明星訓步行 並沒有起到太好的效果 但等力子飛彈已經卡斷 Viper的輸出路徑 這一波收毛在配合封面展的進場 但同時斜尾穿著也拿到兩個 讓Viper跟Zeka可以嘗試的輸出 把對方的輔助也給換掉 不過多人已經倒地了 但是韓華這邊真的很會找機會 就第一時間把Elk的狀態給打殘 跟打他大絕 其實韓華這邊也算是守得蠻好的 還有一層的飛鮮 但人頭的交換 真的讓韓華拖到了對方B.O.G.結束 我真的很少看到牛可以這麼主動的 因為通常我們認知到牛 他都是要打一個防守反擊的 但他很會找對方的機會 而且跟站位的失誤 因為剛剛看起來 確實Elk一個人的站位 跟他其他人是沒有站在一起的 所以他能夠找到這樣的機會 跟大絕拖住時間 其實這樣的防守我覺得也算成功 你是不是就喜歡這種的 主動一點的 就很主動很好 很好是不是 很好 那幸好我是被動的 大家看一下WQ閃 頂了兩個人 而且把算是輸出位都給頂起來了 對 但其實等力子分擔 有稍微卡斷對方的輸出 後續是一波COMBO 接死 但其實這個斜尾穿著也拉得夠好 那現在韓華還是想要來接這波的龍團 龍團 但是中物線其實是先要被BLG擠的 而且在裝備上已經出現差距了 是Elk這邊有第三件的穿透 但是Viper的納斯茲雅還沒有出來 看一下 多蘭如果有大絕的話 他大絕翻得好 還是有一點錯 有一點那個機會的 是 Zekka則是在隱藏自己的身位 但是沒有什麼繞背的點位 這上面的視野 防守也做得夠好 Viper剛剛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已經有暴戀魔裝跟惡魔法典 所以W已經進化了 BLG這邊 嘗試想要開奧先打一波的狀態 但是下面是多蘭在龍坑裡面 被Night給斬到 3000D看Pina的重擊 55中 最後是被薰拿下這個聽牌點 但現在韓華想要來留人 多蘭變大 往前的拋眼沒有拋到 但是上去一波RW控制在 配合封命戰斬過來 在等力直飛大上 Zekka直接被燒死 不過疊在這波進場成功 限制對方雙C的一波輸出 多蘭在後面拍了兩個人在牆上 薰殘血 但他沒有到 反而是Night又一次用Q3斬到 Viper Viper選擇直接向死而生 往前一飛 換掉對方打野 但是在下方的阿兵 過熱直接把EQ3的巨蟹燒死 Viper還在逃命 這一波 我能說 昂他真的是MVP 他預判到這個 Zekka想要進場的時間點 第一時間就把他控住了 也保護到隊友 然後可以去進行反打 這波昂表現得超級好的 這一波是全員都被換掉 剩下一個Delight存活 韓華沒有辦法去守住自己的主堡 雙塔 BioG 要在第二場比賽搬回一層 我看起來昂在玩這種 靈活性比較高的角色 比較符合他的一個 想要的一個打法 是 17比8 童謠其實在比分跟壓制上 都打出了差距 我們恭喜VLG 將戰局打成1比1 但我覺得韓華這把 還是比較可惜的 就是在BP面 我們討論到的 在第四 第五邊 跟第四選的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是有更多的選擇 不可能讓VLG 在第四選跟第五選 拿得這麼舒服 就這個組合 我覺得還是讓他們拿得太好了 主要就是 你選了一個充牌車 但是你在第四選 你拿得不是Xia 你選擇把Xia放給對方 然後你甚至在這個 第五邊的時候 自己把Rail給按掉 其實就給了對方 蠻多種在團戰操作的機會 對 但你也不得不說是 就算是給他Xia 韓華還是在團戰當中 切到好多次的LK 但是這個就是韓華 他很會打團的關鍵 對 所以就會覺得說 那如果你給他的是凱撒 那是不是有機會 在團戰當中 製造更多的畫面 我覺得還是不給會比較好 因為你的線權主動性 掌握在自己手上 然後又能夠搭配著 可能進場 或者是側場的話 我覺得確實 就是Xia這個組合 一定是自己比較 能夠去接受的 那確實在這樣的畫面下